叙利亚内战到今年已历经十个年头 从2011年抗议总统阿塞德独裁政权的阿拉伯之春革命 官方才暴力镇压回应 战火一触即发 这场叙利亚难以醒来的噩梦就此展开 十年的厮杀与破坏 曾经繁荣的大臣阿勒坡如今已是满目疮痍 内战除了重创当地的社会经济 对孩子们的成长与教育更是冲击深远 原本仅是和平示威的抗议行动 决议政府武力镇压 抗议者举枪对抗成了叛军 反抗行动变调成了内战 此外 美国阿拉伯多国以及俄罗斯 土耳其伊朗等国际势力介入 叙利亚情势更趋复杂对立 据保守估计 这场战争已造成 38万叙利亚平民丧命 另有560万人逃往他国避难 毕竟在战争摧残下 连生活都成问题 因为无解的内战 叙利亚在全球和平指数的排名 持续下滑 多年垫底 高达62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 尽管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呼吁各界关注叙利亚问题 但只要战争一天未停 对叙利亚人的多重危害 恐怕难有明日 装设综合报道